全球華人朋友大家好 又到我們健康生活尤其重要的節目啦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持人吳敏環吳老師 那在我旁邊呢 我們今天請到美女營養師 王若玉王營養師 來 若玉跟大家打個招呼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王若玉營養師 那很開心來到這邊跟吳老師聊天 營養師太客氣 你知道嗎他資歷超豐富的 還包括慢性病的管控啊 減重啊各方面的 這其實也是非常符合我們今天 想要聊天的一個主要內容 也就是說在食用油裡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 油跟我們的健康的關聯性 到底有哪一些需要去深入了解的 這個我們就要拜託我們的營養師 好好的來幫我們破解答案 所以第一個問題 其實就想要請教營養師 我們為什麼我們的食用油 跟我們的健康的關聯性在哪裡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選擇 這樣的用油呢 其實油脂喔 以前大家好像聽到油都覺得 哇這個東西好像很可怕 因為熱量很高 尤其在減重上面 尤其是女生 尤其是女生 對 但我覺得油其實真的非常的重要 油脂這個東西在我們身體營養上面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不是只是說熱量上面的問題 那大家會比較擔心油脂的熱量高是因為跟其他的食物我們是算 三大營養素有熱量嗎 如果我們有上過國中的那個健康教育 會不會不小心透露年紀 朋友說 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一公克是四大卡 有老師有教 所以應該有聽過有一些人就是如果說我們都面色蠟黃啊 然後皺紋很多啊 或是一些老人家很容易乾燥脫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照顧過長輩 就是真的很有可能是他的油脂吃的不夠 這我就要自己檢查一下 榮光煥發 吃了很多好油 還有就是頭腦跟神經非常的需要油脂 對所以包括這個之外呢 還有整個我們生理的代謝機制 還有我們的維持一些體溫 那最重要的是呢 為什麼我們跳一跳 內臟都不會撞在一起 大家有沒有想過的問題 一跌倒然後腸子跟肝臟撞在一起破裂 為什麼不會這樣呢 因為裡面有脂肪才保護我們 像我就是為了這件事 才讓我自己的保護機制 裝得非常的滿 原來是這樣子有精心設計過 ok 好所以其實油脂是蠻重要的 大家不要再污名話說就是不好 我就是為了這個才把自己搞成這樣的 蠻好的蠻好的 我們其實一般人啊 除了說害怕說 吃很多的食用油會變胖以外 其實太多的這種專業名詞 把我們消費者搞得頭昏眼花的 就什麼歐美加3啊 歐美加6啊 單一不飽和有的沒的 我覺得這個啊可以剛剛好借由我們今天營養師到我們節目來 一口氣跟大家說個明白 好那就是要交給我們營養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大家很常可能聽到什麼 歐美加歐美加歐美加那一堆數字 我們今天也不想要講的太複雜 生理機制上面都特別的重要 也就是說369其實都是一個對我們身體有保護作用的脂肪酸 那3跟6是我們身體不能合成 所以它叫必需脂肪酸 沒錯 老師我這樣對嗎 好那我們就要記住這個369對不對 那369的話大概像哪一些油品是屬於3啊6啊或者是9的部分 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說 為什麼3跟6這個這麼重要 因為它其實有一個比例的問題 我們再去聊到油品 因為其實油品大部分都是混合的就是有的是3比較多有的是6比較多有的是9比較多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油脂可能就是飽和與不飽和 對這樣聽起來就變得很像化學課好像有點無聊 但只是想跟大家講一個比較重要就是 我們身體在調節這個發炎的這個問題發炎的機制就是從歐美加3跟6 那3的話是比較是抗發炎 6是觸發炎 踩油門 就一個是油門一個是踩油門這樣子 但是踩油門踩煞車了講錯了 但是簡單來講我們正常的身體也是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發炎的機制 正常的發炎是正常的免疫反應 能夠幫助我們修復一些細胞組織 所以不代表發炎就是不好 我們要先有這個概念 你是說一般的簡單的發炎是ok的 對身體是有幫助的 我應該可以分成叫急性或慢性的發炎 這等一下可以細聊 但我只是想先告訴大家發炎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歐美加6其實也是必須的 我們理想上面這個美國心臟血管協會有給一些建議 當然會希望說歐美加3跟6我們可能大概1比2到4這樣子還不錯 這樣的意思的比例 但是外食足基本上很容易就會變成歐美加6過多 變成歐美加3才1倍 然後歐美加6已經10到20倍 對所以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再去聊後面的烹調用油的選擇 的確是因為外食上面油品可能真的比較單一 所以外食足比較容易吃到歐美加6囉 對因為歐美加6的油就像剛剛這個吳老師有問到的說 我們到底哪一些油它的那個差異 它的組成到底是什麼 對這邊就會比較有分說 因為其實各個油它是綜合的 它是綜合的比例 你沒有說一個油品然後裡面全部都是某一種油 這個是比較難的 所以這個觀點來看呢 其實我們不要吃同一種油脂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想法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常常在節目或是廣告上面 都會看到什麼單一什麼萃取什麼特輯 可是其實反過來我們不見得要只吃某一種特定的油 其實我們多元的比例的油品的攝取 其實對身體反而是健康的 對就是依照我們剛剛前面有稍微聊到 這個飽和與不飽和脂肪酸 對飽和比較是在這種室溫下面是固體的油 這樣我們會想到什麼油 豬油 豬油 動物油 大多的動物油都是飽和脂肪酸比較高 另外有一種叫做椰子油 它也是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植物油 難怪它也是比較冷的時候就是固體的 對現在比較冬天比較冷 還有另外一個飽和脂肪的這個叫棕櫚油 就比較富含的 大家知道棕櫚油會在哪裡出現比較多嗎 在什麼地方 零食 大家聽完之後我們去那個便利商店逛一下 你把每一個零食的那個成分都倒過來看一下 大部分都是棕櫚油 對所以因為我們是會吃 大部分是吃葷食 葷食者我們已經有吃肉 那肉裡面就已經有飽和脂肪了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在用動物油炒菜 是因為飽和脂肪就太多了 我們自己就有了啦 從外面攝取來的話 最好我們就多吃一些植物性的脂肪酸 就是炒菜為什麼要用植物油 是因為我們從肉裡已經吃到太多飽和脂肪 而且還有吃零食 哈哈哈哈 就像什麼 這就不多說了 對不多說了可能有什麼廠商嫌疑 哈哈開個玩笑 我倒是有想要幫消費者請教幾個問題 有一個就是說人家其實常常聽到說 像老師剛剛說到的Omega-3對不對 人家就說這叫魚油海豹油 可是又有聽到人說什麼魚肝油 其實很多時候阿公阿嬤他其實分不出來 到底魚油啊魚肝油啊它差在哪裡啊 那應該要怎麼選才對 我想這個也請我們的營養師 來給我們大家解答一下 好其實魚油這個最近真的蠻紅的 因為我們剛剛聊 我們可能只聊了一下Omega的問題 但沒有細講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進到這個Omega-3的主題 因為Omega-3其實對我們身體是真的沒有辦法合成 所以我們要必須自己去補充必須脂肪酸 那它很長的來源就是來自於深海魚 所以我們飲食真的要很刻意的去吃到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蠻難的 因為可能比較貴 不然就是不新鮮 我以為深海都是住那個海綿寶寶 還有拍大戲 它其實主要是深海魚油 其實是Omega-3 那因為可能我們飲食很難攝取到 所以就會有一些相對應的保健食品 像剛剛吳老師聊到的 那就會有什麼魚油魚肝油 魚油就是裡面就是從魚類的油脂萃取的 那就是Omega-3 但是另外一個叫魚肝油 一樣嗎 這個就是不太一樣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是因為它名字實在太像了 只差一個字 所以我其實常在電視上看到購物網站 它上面寫什麼魚油魚肝油都是一樣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是不是 對其實不一樣 魚肝油它是從魚類的肝臟去萃取出來 一個是油脂一個是肝臟不太一樣 所以一個就是單純的魚的肝臟 然後一個是魚的脂肪 那主要肝臟的話它的營養成分是什麼 那魚肝油裡面就比較富含的是 維生素A跟維生素D 我知道 在我這年代有以前有一個那個保護眼睛 保護牙齒骨骼強壯 不能講牌子 魚肝油加鈣 我應該不是這個年紀人 對那個叫做魚肝油 因為它有維生素A跟維生素D 對就是骨骼眼睛皮膚的健康 合理 但我們想吃Omega3 主要是想要吃到裡面的EPA和DHA 那EPA其實它比較注重在於全身的抗發炎 是抗發炎的作用 那另外一個DHA呢 大家可能有聽過說 那個孕婦要補充DHA 因為它跟神經 尤其是腦神經的發育 非常的有關係 或是有一些長者 可能有一些腦部的退化性的這種神經疾病 其實DHA它就有幫助 哇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認知功能也是長輩很欠缺的 對因為就是人口老化 所以老人越來越多要注意這個問題 而且現在長輩又特別喜歡怎麼樣吃水煮菜 水煮餐 反而都沒辦法有效的去攝取這些食用油 對吳老師真的講的很好 因為我個人也有在看長照的一些居家仿式 就是政府的長照2.0的服務 長輩真的是吃的很少的油 他們非常害怕吃油 還有就是民間很容易會覺得有這種概念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生病住院了 我要煮粥 這個粥裡面就會無油又無鹽 請問大家覺得這樣好吃嗎 不好吃 人家都已經生病胃口不好 還煮一個無油又無鹽的東西 所以拜託油很重要 哇你很特別 我一直以為這個營養師都會 叫大家要多健康多難吃這樣子 其實反過來是先有願意吃的意願 這就是很重要 而且油品其實也有健康的成分在裡面 對營養要看前提 如果吃不下的話 其實營養師不會管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炸雞配可樂我也沒有意見 我們也要有前提 但是油真的有好壞之分 哇這太棒了 我們今天就是破除迷信對不對 我們甚至在那個有些社區長輩 他還跟我說老師我都不吃肉 我都吃菜 就是只吃素然後又不吃油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樣反過來是不健康的 對我們可能稍微介紹一下好壞油好了 對好油其實我們剛也聊到一半 這個三六九三剛聊了 深海魚或是說我們從一些補充 保健食品的補充劑 分清楚是魚油還有魚乾油 這兩個不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植物油裡面 也有是這個Omega-3的油脂 油品叫做亞麻人油 還有另外一個叫印加果油 最近很猴 對就是貴族的油這樣子 對那另外Omega-6比較常見的會是在什麼樣的油 像是花生油 芝麻油 對芝麻油就有分嘛 我們有香油就是白芝麻弄的 然後黑麻油就是黑芝麻用的 大家知道嗎這很有趣 所以老師其實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今天不管選擇什麼樣的油品 其實最重要的反而是 這個油品本身它到底富含什麼樣的Omega 或是有什麼樣的脂肪酸是不是我們需要的 如果它今天是需要的的話 其實我們不見得要去崇尚名牌 或是是不是進口 說不定我們其實也可以從我們國產的油品裡面 去選擇適合我們的內容 對像剛剛講的花生油芝麻油 還有大豆沙拉油葵花油 它都是Omega-6的油脂 對那這裡面呢 其實大豆沙拉油是比較不錯的一個選擇 因為它裡面的Omega-6跟3的比例 其實比較接近我們理想上的這個三倍 所以你是說其實大豆沙拉油本身就已經幫你調好了 而且調出來的就是我們國人所需要的比例嗎 對就是它是一個我覺得真的是Omega-6裡面 又可以選擇的一個油品 但是我們也沒有要強調單一油品 就它最好然後只用這個 反正大家一定要記得 吃東西就像買股票一樣一定要分散風險 不是說深海魚很好就狂吃鮭魚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這樣或是狂吃雞胸肉對不對 拜託千萬不要 一定要什麼都吃油也要什麼都選 那另外一種類就是Omega-9 Omega-9比較不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 Omega-3跟6這個抗發炎觸發炎的平衡 所以它其實也是很好的烹調來源的油脂 像為什麼橄欖油這麼有名 就是因為它比較是富含Omega-9 那當然台灣也有很棒的這樣的油品叫苦茶油 拜託我們要多多支持國家經濟 還有芥花油 酪梨油可能比較是進口的這樣子 而且台灣本土的油反而它那個香味很好欸 像你剛剛說到芝麻油花生油苦茶油 其實這都是我們台灣的特有油種 而且又本身也富含相當多好的營養成分 那請問若育營養師 那像我們在外面要怎麼樣去挑一個好的油 第二個就是我到底回去之後應該怎麼保存這些油品 對油品真的很容易壞掉 我覺得一律建議不要買太大罐 真的超容易壞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好像真的比較潮勢 那蜜蜂其實都OK 那有塑膠瓶或是一些玻璃瓶等等 這個就看個人 那當然也有那種金屬桶比較是外面外食會用的 但我覺得可以選擇這種閉光的玻璃瓶 尤其是一些比較像是橄欖油苦茶油這種 它可能很容易會壞掉 就是光線照射 那我們放在家裡其實真的就是要在陰涼 陰涼的地方 然後要注意這個保存期限 所以不要曝曬這個是大重點 對而且保存期限其實是 開封之後就要儘快用完 它的保存期限是你沒開封可以放那麼久 我之前遇到一個阿嬤 她跟我說她去北港進鄉 然後那是三年前 然後問我說這個油還能用嗎 我就跟她說我們還是先不要對不對 這已經超過保存期限太久了 而且其實你聞一下就大概知道 有一些怪怪的味道 所以還有什麼要怎麼樣去看 有文的方法 對那還有標章其實我們也都可以參考 像是一些這個政府認證的TQF良好的這個食品 然後還有建字號或是一些ISO2200 HACCP這各種的 反正你拿起來看這個上面有一堆標章 看起來就還OK 不要買那個市場有一些自己在炸的 我是覺得真的比較不安全 因為完全不太知道它的來源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它的後面的工廠就是 你真的出問題也找不到人 這個商品上面沒有電話的 也不衛生啦 在外面人走來走去 那灰塵這麼多在那邊炸也蠻可怕的 可是有一些人會有在追求這個說這個最好 但我自己個人覺得有一點要注意衛生安全這樣 所以其實你剛剛有說政府有幫我們做嚴格把關了 我們要認明這些標章就可以了這樣 對那保存上面除了我們要陰涼 不要曬到太陽之外 其實油大部分是不用冰的 是不用冰的 還有要遠離火源 這應該是他 會知道說很危險 然後要關緊瓶蓋等等 那回鍋油是建議另外保存 應該沒有人會倒回去吧 應該不至於啦 好好好 OK大概有這幾個小技巧提供給大家參考 通常他這樣子回鍋可以回鍋幾次啊 我自己覺得回鍋一次就可以了 哇這個很重要 好我們今天很高興 請到我們的王營養師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相信大家都學到了很多油品選擇的小技巧 那我們下一次再邀請王營養師來跟我們做更多的系列分享囉 來我們跟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說掰掰 掰掰